这个世界没有人能活过18岁 只因每到成年这一天 他们的父母便会将他们做成大餐 上级说道 我们逃离城市后 遇到了我曾经的邻居田文雷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一个奇怪的村庄 而周云却莫名其妙成为了圣女的接班人 我不同意他当圣女 你不用这么着急回答我 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是推脱不了的 你们刚从那座满是异类的城市里逃出来 讲帝也累坏了 暂且在村子里休息几日吧 我们现在对城外的世界 以及这个村子一无所知 所以目前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吧 同时我们要尽可能的多收集情报 我和周凯周云一族 丧坤和诸葛青一族 安大叔你实力最强你就自己一族 我们分别去村子不同的地方去打探消息 可当我们开始调查的时候 却发现这个村子到处都透着诡异 小白我发现这个村子里面的人都是 面朝下睡觉 会不会是因为变异造成的啊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而且后面那几个小孩好像正在谈论我们 他们说什么了 他们在讨论我们身上什么地方最好吃的 即使这个村子真的有问题 目前应该也不会对我们出手 我们再去祠堂看看吧 随后我们来到了祠堂附近 刚好周凯的能力可以覆盖的范围内 怎么样 圣女也是面朝下睡觉的 难道说他们背上有什么东西 之所以要面朝下睡觉 是担心会压倒背上的东西吗 如果他们背上有东西的话 会是什么 我心里突然涌出一份疑惑 你们还记得安大叔找到的那些资料吗 资料上所使用的一类这个词 指的并不仅仅是城里的那些怪物 而是对所有怪物的统称 你是说这些人有可能是其他种类的一类伪装的吗 是我大意了 不同种类的一类 心跳的频率不一定相同 所以我依靠城里一类的心跳声 来判断对方是否属于一类的办法 或许行不通了 就在这时一个小男孩走了过来 妈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 小朋友 你认错人了吧 小朋友 你为什么说她是你妈妈了 我妈妈 最好看 妈妈 我好想你 你不要跟他们走了 他们是坏人 小朋友 你妈妈跟谁走了 小男孩抬起手 指了指不远处的祠堂 祠堂里除了那个上了年纪的圣女 就只有两个负责保护圣女的人 还都是男的 除非 这孩子的妈妈已经 没了 这村子果然有问题 不行 此地不宜久留 走 先回去和安大叔 他们会和 然后我们找机会赶紧溜走 小虎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小姑娘 她是不是把你当成她妈妈了 妈妈 我们快走 她是坏人 小白 你们别介意啊 只要村子里来了新人 他总会这样 田叔 这个小朋友的妈妈咋了 小虎的妈妈在和异类的战斗中牺牲了 原来是这样啊 按照田文蕾的解释 这个村子里的人和异类战斗了很多年 那必然有人伤亡 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看到受伤的人呢 而且也没发现有任何战斗的迹象 这个村庄一定有问题 就在这时 我隐约看到有什么东西从小男孩的身体里冒了出来 是一根散发着微弱白光的丝线 丝线的一端连接着小男孩 另一端则缓缓朝周云飘去 可转眼间又消失了 我以为自己眼花了并没有在意 小白 我就先送小虎回家了 没过多久 安城道回来了 这个村子肯定有问题 等丧坤他们回来后 我们尽快离开吧 就在这时原本送小虎回去的田文蕾 一脸紧张地跑了过来 小白和你们一起的那两个小伙子回来了吗 没有 田叔出什么事了吗 糟了 他们不会到村北的树林里去了吧 村北的树林不能去吗 这也怪我没有告诉你们 村北的树林是村子里的禁地 不能随便去的 特别是晚上 要是晚上去了村北的树林 帝子无疑啊